而針對今天新北市疫情這麼嚴峻 加上這個確診 確診校正個案後 總共加起來有三百一十例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解釋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土城的照護中心 有群聚感染 另外在林口三峽等區域 確實也有觀察到疫情 有微微升溫的狀況 因此現在是採取這個重熱禮的強化措施 也就是說針對疫情比較嚴重的禮 要進一步加強防疫還有篩檢 新北市長侯友宜戴著口罩 都能看到選情太嚴肅 因為新北市二號新增一百九十五例 校正回歸一百一十五例 總計三百一十例 但二號全國新增加校正回歸 才五百四十九例 新北市就佔了一半以上 讓侯友宜非常擔憂 那這大部分裡面都是土城的 群聚的個案造成的 當然也有零星的幾個區域 有上升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上升的趨勢 我們就必須要提高 更高度的一個警戒 胡友宜決定祭出強化防疫 將板橋中和等七個區二十八里 列為重熱里 要求里長配合加強防疫宣導 並且希望這些感染風險最高的里 里民都主動到篩檢站篩檢 還會加強人流管制 是持續強化三級警戒措施 要避免疫情持續擴散除了內部管控疫苗更是關鍵 胡友宜列表指出 新北市依據中央提供了資料推算 如果依照目前公布的疫苗數量 再加上國產疫苗期程 要達到六成國民都能打到疫苗 進而形成群體免疫的目標 得要到一百一十一年的一月 他說真的太慢了 快速的審查通過 這七八月份進來以後 我們重新再做一個評估以後再算 我們到今年的九月中 全國的勤體的免疫力 就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民間所有的團隊企業 愛心人士的肩增一千萬劑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新北市為了穩住疫情 接連推出新政策 希望市民配合 但要全面回復正常生活 恐怕還是得靠疫苗 才會有希望 華視新聞網站林志淳 新北市報導